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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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分析 其实在我们五图的剧目教学中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里 其实我也很想给大家 补及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大家 以后再去学习剧目的时候 千万不要局限于说 我做剧目教学 只是去学习肢体动作了 这个是一个很片面的认知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在学习一支剧目之前 你必须要先对这支作品 有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你得知道 你这支剧目它到底在讲什么 它到底想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或者说他到底想表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主人公 他的到底心理状态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要知道你跳的是什么东西 对 不是说只是外在的 我只想跳跳舞 那么作品分析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它能加深你对作品的一个了解 对吧 然后从而 从而大家记住 就是它能 当你清晰了这个作品分析以后 你会对 你在去表演这支剧目的时候 你会对这支剧目赋予它一个更好 更强的一个深度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更加的去丰满它 对 更加的去丰满它 那么其次 就是大家在通过这个作品分析的 对这样的一个学习 其实是对大家 间接的对大家的一个作品的一个赏息能力 是的 对 以及你们对古典舞的一个审美能力 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不小的一个提高的 对 不光是说在这个剧目上 对 包括你未来啊 你去欣赏其他的作品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个审美也是提高了 对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学习了作品分析以后 你会知道啊 以后我再去看一个什么剧目 我会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它 对对 看它的内在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好 那么现在啊 我需要呃 现在所有同学们 你们最好是有笔和指的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准备一下 因为我接下来说的啊 是对相思学习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那么呃 相思我一共要会从四个方面去分析它啊 分别是相思的音乐 对第二个是相思它的名字 第三个是相思的它的一个情感路线 最后一个是相思的风格啊 记住啊 我一共从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先来第一趴就是相思的音乐啊 我想呃在我讲之前问一下安晓老师就是呃在你没有看过相思这支剧目的时候 你听过这首音乐吗 听过但是 很小的时候啊 嗯 现在听出来还是耳朵里就是有那种记忆感 熟悉感嘛 对因为以前好像是一个电视剧 但是我记不清楚是有什么样的 好没事没事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音乐的一个处处啊 首先相思这个音乐是来自于一部电视电视 哎嘛我的大嘴巴我大舌头 好电视剧叫做西游记后传啊 啊他的片尾曲 然后演唱者是毛阿民啊 啊这部电视剧是发行于2000年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记得我大概是03年的时候 也是我当时大概10岁左右吧 那我应该比你小 有点暴露年龄啊 大概10岁的时候去看过这这部电视剧 但是哎当时很小 但是莫名的会对这部电视剧以及这首音乐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后来其实是有一个契机是在18年年底的时候啊 我当时在为我的新作品在选音乐 然后当时无意中就再一次听到了这首音乐 当时就觉得哇熟悉感马上涌现出来 对就跟你们可能听到这个音乐也是非常的熟悉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多听了几遍 然后我觉得我是被什么吸引的 我是被毛阿民他的唱腔 我觉得他的唱腔非常的打动我 然后当时听了大概三四遍吧 在我的整个脑海里就是啊 整个我舞蹈的一个框架 包括舞蹈的一个风格 就在那三四遍里面就有了一个框架出来 当即立断我就决定啊 拿这首音乐去编创啊 这就是我们的音乐来源啊 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相思它的名字啊 大家知道就是像这支舞蹈叫相思 它是与这首音乐是同名的啊 啊那么我们会从两两个层面去来了解一下这个相思 分别是让人感觉痛苦的相思 以及让人感觉到很愉悦的相思啊 啊那么我还是get一下安琪老师 你觉得在你的生活中 什么样的相思能让你感觉到很幸福 就是我传递出去的一个情感信号 是必须要有人来回应你的 这个大家也能明白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让人感觉到幸福的感觉 其实是会存在于我们的任何关系中 比如说家人朋友爱人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种相互牵挂的这样的一种相思 就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对吧 内心很充益啊 这是第一层含义 那么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第二层含义 就是在生活中什么样的相思是让你感觉到 哇好痛苦 安琪老师你觉得呢 you get 怎么说呢 这个痛苦的可能从内心会比较的 挣扎 对 纠结 应该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感觉吧 这个词很深啊 可以 对 就是我在想念你的时候 但是你得不到反馈 反馈 对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也才到点了 那么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一点 我可以用一个词去概述它 单相思 对不对 单相思 对对对对 那么对于让人痛苦的相思 怎么给它去定义 就是 你所传递出去的情感这个信号是没有人去反馈你的 甚至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存在 但是他拒绝接受你的这个情感信号 对吧 这个大家我觉得在生活中对于女生来说应该多多少少都有 女生单相思就是 都有 尤其在恋爱当中 对 女孩子就是爱情的时候 对 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痛苦 其实更多的会出现在我们的像爱情里 对吧 你看像家人啊像朋友啊 还是不存在 基本上不会存在于这样的一种相思模式 对 比如说啊两个人分手了 女方还沉浸在这段感情里 沉浸在回忆里 嗯 但是男方已经走了 对吧 对 你无论如何你都追不回来了 你会不断的去否定自己 挣扎怀疑自己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相思就是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痛苦难受 对吧 那么啊在这里啊重点同学们 我们的整个相思这支作品都是在围绕这样一种让人痛苦的相思之情 来展开情绪的变化的啊 大家要记住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个环节 我们要来具体的剖析一下我们整个相思的它的一个情感路线 好 在这里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整个相思这个剧目 其实我在编创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刻意的去刻画一个人物 也没有刻意的去描述一件什么样一件具体的事情 对吧 我的整个作品的主体都是在围绕相思这样一种感情去走的 那么在剧目中我将相思这样一种感情分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同学们注意听啊 首先第一个层次大家记住一个关键词叫做意志 意志 对 安特老师能理解吗 怎么去理解这个意志 意志 对我觉得感情线 其实它主要就是指的这样的一种让人痛苦的相思之情 刚刚萌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说白了就是刚分手的时候 对吧 对方已经走了 但是你还活在自己的回忆里 但是你不想让对方来看清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 就是想给自己保留最后一丝丝 对 自尊 尊严 对我不想让你看见 我我已经在感情里失败了 对 我不想让你看见 那么其中在我们的那个歌曲里有两句歌词是非常好的 能诠释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来清唱一句吧 好 首先第一句啊 哎呀妈 好 相思算什么 早无人在意 哎呀妈 好尴尬 好第二句歌词来 安琪老师来给大家唱一下 那我就拿出我的那个歌唱功译啊 对 是什么 守着爱怕人笑 害怕人看清 非常棒 有点baby 感觉就是 有点掩饰自己的感觉 是吧 对一唱完就有感觉了 对对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句歌词 第一句是 相思算什么 早无人在意 你看看这句歌词 其实它是一种感觉反哄的一种语气 在说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说反话 对不对 你能感受出来吗 好第二句歌词 对就是你刚说的那个 守着爱 怕人笑 害怕人看清 明明很爱 但是怎么了 在抑制自己 抑制 对吧 这就点题了吧 抑制住自己 那么这样的一种抑制的感情 主要体现在我们剧目的开头部分 我们整个剧目的开头部分 都是一种这样的抑制的情绪在去表现的 这个大家记住啊 好 到了我们第二层感情路线 大家也是记住一个词叫做爆发 爆发 能理解吗 能理解 因为刚刚抑制了嘛 因为抑制不住的时候总要需要宣泄出来 对 就是当你的悲伤 当你的负能量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 你没有办法再去抑制住自己的时候 你必须要靠这种情感的爆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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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纠缠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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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相思它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剧目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 对 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线 情感它就是有起伏的 对吧 起伏一开始一直再到爆发 再到释然慢慢的紧弱 这个时候情感线就很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作品风格 对 作品风格就是很悲啊 很悲情的 对 对 没有谁会看相思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欢乐的 对 对 还有就是什么不停的质问自己啊 都是比较惆怅的一种 对 那么我们有两个词去总结一下 我们相思的它的整样整个一个风格 那大家记住两个词 一个是悲伤 很好理解啊 第二个是惆怅 对吧 好 那说到这里呢 就是相思它是一支表演性 以及风格性非常非常强的一支剧目 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我和安琪老师 跟大家做了这么一次作品分析 让大家能对这支剧目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对 从而能对你们日后的表演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对 那么 好 接下来工作人员上来帮我们撤一下桌子 好 我们准备正式的进行一个授课 好吗 动作开始 动作授课 对对对 大家现在马上站起来把你们的身体 身体热一热 活动一下啊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穿五服啊 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你们把五服穿上啊 我们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都希望大家对课堂不要有任何的懈怠 对 对 穿上自己舒适的衣服 好 我千万别受伤啊 可以先热热身 有手机吗 对 可以不用手机也可以 好 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再不吵 马上就要开始教学啦 可以往后压一点 好 稍等他们不吵 大家稍等一下啊 能看到我们的家 好 盛阳老师把那边也收拾一下 快速快速快速 快快快 哎 怎么那么 我们那么 我们那么 脚能看得到 对 我们我们的脚能看见吗 啊 好了 好 OK 好 来安琪老师上来 我们今天要我教授给大家的是我们相似的高潮部分的一个段落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教学风格 对吧 以及我们的课程 好 那么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 我需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上课模式 我们在正式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们一共有两种授课模式 一个是近面教学 一个是背面教学 好 现在安琪老师配合我一下 我们给同学们演示一下 什么叫做近面教学 什么叫做背面教学 好 来安琪老师正好 好 现在啊 同学们 安琪老师就是大家啊 然后大家的手机 对吧 都在你们的正前方 对吧 好 然后我就在你们的屏幕正前方 大家记住啊 近面教学 什么是近面教学 就是屏幕啊 是你和我共同的一点方位 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啊 屏幕是你和我共同的一点方位 好 然后我们来比如说 对 对 同边 对 走 同边 对 无论我出哪只手 镜头前的同学们 你们都需要跟我是同边啊 这是近面教学 很好理解 那么第二种 背面教学啊 好 在这里我先说明一点 同学们 无论是近面教学还是背面教学 手机屏幕永远是你们的一点方位 啊 记住好 现在所有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动 镜头还是你们的一点 我转过身去啊 现在 黑色的幕布是我的一点方位 大家能理解吗 然后 那安琪老师看到的是我的后背 我们也是来同边 同边 同边 进行教学 能明白吗 嗯 无论是近面教学还是背面教学 我们出手出脚 永远都是你们要跟着我是同边的 能明白吗 好 来 转下去 好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在我们6月10号正式开始上课的时候 啊 我们将会采取这两种授课模式来给大家进行授课 那么对于一些近面教学 我们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在教动作 我们在给大家抠细节的时候都会用到近面教学 嗯 那比如说我们和音乐或者是顺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背面去给大家进行教学 OK 大家能明白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正式上课了 呃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 我们请安琪老师 对 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段落来给大家展示一点 好吧 大家欢迎 好 我在旁边去啊 加油啊 安琪老师 好 我把裙子穿上吧 好 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啊 安琪老师 来 好 先把手机支架拿一下 好 来 我拿这儿 稍等 OK 好 我拿走 好 好 来 音响老师准备 不着急啊 好 安琪老师准备了 告诉我名声 好 准备好了 好 同学们啊 我们来看一下 来 音乐老师准备 好 好 放音乐 加油 稍等一下 准备 走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OK 好 收 OK 好 安琪老师把裙子脱了 好 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相思的一个高潮的一个段落 今天这也是我们的主要一个授课内容 好 在正式开始授课之前 我先要告诉一下大家 我们相思的一个节奏型 相思的节奏型为三拍子 那什么叫三拍子 大家记住 就是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这样的节奏型 我们叫它三拍子 OK 好 那么现在 好 来 安琪老师 我等一下安琪老师 安琪老师再调摄自己的麦 来 安琪老师快一点 好 首先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一拍教学 首先大家 在脑子里要对第一个动作 方位感要很凝稀 第一个动作 我需要大家面对你的五点方位去进行动作 那么五点方位是你的哪里 应该是你背对手机转过去背对屏幕的这个方位点 这个是你的五点方位 第一个动作 第一拍动作 我们是需要对你的五点方位进行 进行跳舞的 好 OK 现在我要求所有同学转过来 转到面对你的屏幕 对 转过来 OK 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第一拍的学习 我们现在采取一个镜面教学 好 来 按小时打开一点 好 我们先来说第一拍动作 大家小八自脚这样好 然后双手自然下垂 五六七八的时候有一个小吐气 五六七八 对 身体往你的右下给 然后看一下我的手 右手的手心朝外 左手的手背朝外 眼睛看地上 对 再来一次 五六七 八 好 最后一次 一定要把你的气口放下去 准备 五六七 八 注意看我手的细节 右手对外 左手 右手手心对外 左手手背对外 好 八到这儿了之后不要停 我们先来学上身 一的时候双手从右旁 记住右旁走最长最远的路线 眼随手动 好 然后一拍 停住我们的八点方位 对 拎上去 好 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把路线先走清楚 五六七八 走 不要停 走 挂住不动 好 来 声音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好了吗 好 来我们看一下安琪老师 安琪老师的右手是有一个压腕 左手是手背 往外推 然后感觉是什么 感觉你的右手跟你的额头 中间有一根线 来 右手的指尖拼命 把你的头肩往上 往上 拉住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安琪老师的身体 声音老师把特写给了安琪老师的身体 好 看一下安琪老师的身体 他的左边整个左半腰是有一个往前顶的 往前推的 对 然后整个人是拼命往上拎住 勾住 好 放下来 好 来我们一起打 一 重拍 记住 同学们我来说一下节奏 五六七八 重拍 一拍给二点 眼睛勾上去 右手的线把你的头肩往上拉 好 来我们试一次 预备 五六七八 走 一 挂住不动 对 整个左边的身体往前推 好 一完了之后 注意同学们这口气 不是让你在这呆死了 继续往上延伸 然后双手 走反边的旁边 对抗你的气息 把身体盖下来 左右肩主动 往下够 眼睛看下方 对 再来一次 二 我们在这 一到位之后 走 气息往上 往上 上到不能再上了 走 吐气慢落 右肩主动往下沉 然后看一下我现在身体的方位 我是对着我的侧方 眼睛看下 好 这个是我们手的第一拍 我们加快 来练习一次 好 预备 五六七八 走 一 打 打 好 安琪老师来带大家做一次 预备 五六七八 走 一 打 吐气 好 这是我们第一拍的手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收一下脚下 来 诗艺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好 大家看我的脚 现在我的左脚为我的主力脚 看我五六七八一的时候 左脚主力脚下沉 同时把你的动力脚给它挤出去 大家看清楚 再来一次 预备 五六七八一 好 诗艺老师把特写关掉 好 一完了之后 看我主力脚的膝盖 同学们注意 主力脚膝盖不是停住不动的 它顺着你的呼吸气口往下沉 继续沉 然后右脚主动踩地 左右 我迈了几步 我的脚下 刚才 迈了几步 三步 我们再来把脚练一次 五六七走 挤出去继续沉 右 左右 快速 再来一次 准备 五六七走 挤出去沉 打打打 OK 好 这个动作切记 不要做沉 打打打打 特别的僵 特别的死 一定要呼吸下沉 然后这口气不要断 一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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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脚下 大家能清楚吗 好 接下来我们让安琪老师把整个第一拍把它给顺着 带着大家来拍跳一遍 好 准备 首先安琪老师先把第一拍动作摆住 来 五六七八走 一 好 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拍的造型 我的整个上身一定要成一个大斜线 细计不要正的 我不要这个 我要长剑条 好走 脚尖往远 手尖往远走 回去打打 OK非常好 再来一次 安琪老师 准备 同学们跟着啊 一定要跳啊 五 两 七 走 一 打打 OK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拍 同学们能进入吗 好 刚才我在开头我就说了 第一拍动作应该是对着几点跳的 对着几点 对着几点 对着自己的正后方五点 所以现在所有同学们啊 我需要你们转过去 背对手机 把我们第一个动作来一遍 准备 来准备 所有同学背对手机转过去啊 右手啊 右脚出啊 右脚主动出 准备 5 6 7 走 算了 安琪老师算了 再来一次 准备 一 打打打 OK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5 6 7 走 一 打打 OK 大家能进入吗 能吗 这是我们的第一拍啊 其实还比较简单 我们接下来往后啊 不要拖晕时间 好 一到这儿了 你们现在应该要向你们的左边来看到我啊 好 我们来说一下二 先来说上身 二的时候靠你的提气 提气带动你的上身 带动你的指尖 然后看我啊 我需要大家的胸腰一拍给我顶到天花板 二 好 安琪老师把这个动作摆住不动 同学们也不要动啊 首先 胸腰有一根线在天上把你往上牵啊 然后手一定要给我一个弧线 切记不要伸直特别僵硬 我不要啊 古典舞以原为美 二 在这儿 好我们再来试一次 预备 一拍到位 手尖 胸腰 全部展开 5 2 7 走 2 不动 好 2到这儿 然后他还有两个搭搭 搭搭在干嘛啊 我们刚才说了 起来的时候是呼吸带动你 拎起来 那落的时候呢也是 吐 对 吐气 吐气 一节一节落下 同时看我的指尖 指尖往远够 来盛音老师给我个特写 好 1到这儿 手没有伸直 2 搭搭的时候 手牵往远伴随着你的吐气 然后放到看一下我的手 放到我的右胯旁 眼睛看左肩斜下方 好 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整个手来一遍 记住 呼吸 是一切动作的 其实点 随便 试音老师把你特写关掉了 可以 好 来 预备 5 6 7 走 2 指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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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按键老师带领大家做一遍 预备 5 沉下去 5 6 7 走 2 指尖 吐气 打 好 这是我们的上升 接下来我们来说脚 按键老师收 来 我们来说一下脚 来 最后第一拍紧到这儿 现在我的主角要为我的右脚了 然后2的时候一拍 注意我现在说的点 胯 主向往上拎 主一脚为右脚 2 然后把你的左脚脚尖一拍 弹起来 对 我的这个重心 注意同学们是在上 不是在 冲出去 在上面挂住 来试一次 5 6 7 走 2 左右 左 看一下我的第三步上到哪里 我的左肩要往我的一点方位去上步 再来一次 预备 5 6 7 走 挂住 左右 左 OK 这是脚下 来安琴老师带领大家做一次 再说一次 第一拍一秒挂住 不要往前倒 5 6 7 走 2 不要 不要 塞要 不要塞要 稍稍的关一点 膝盖关一点 我有点太开了 没事 好 我们现在 二小师手和脚 大家反应过来 第二拍的整个手和脚 来一次 预备 5 6 7 走 2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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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细腻的地方就是在你哪里 在你指尖的延伸感 大家一定要注意 跳舞细节非常重要 再来一次 按键老师 5 6 7 走 2 9 9 好 OK 这是我们的第二拍 大家赶紧到了我们第三拍 有一丢丢哪了 我们先来说手 来 脚下先摆好 左脚对一点 右脚小间对你的正侧方 好 我们先来说手和身体 三的时候 双手从你的后方 后方 对 五点方位 然后拎到最高 来 盛盈老师给我一个手部特写 好 看一下 我的两只手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盘外 对 也只能安琪老师跟我互动了 我上线下课上习惯了 好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手 双手从正后五点拎起 然后看一下手部细节 盛盈老师特写 左手食指向外 右手小拇指向外 双手同时有一个拎住 中拍在上有一个挂住 好 然后继续看细节 右手继续转 然后右手手背朝下 左手手心朝下 大 好 我们再来试一次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三 大 然后还有一个搭 继续看我 现在我需要所有同学们的左腰主动发力 右腰左腰往前 右腰往后 然后有一个回范儿动作 注意我现在说的是回范儿 它不是一个动作 小回范儿 啪 好 看一下我最后形成的形态 左手按掌 右手提腕到右肩前 眼睛看 左肩下方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腰主动 腰主动发力 不要 手主动拉 好 这样太过了 跳舞太片面了 五 六 七 走 腰主动拉 OK 记住手型 左手按 右手提 好 我们来 连一次 预备 从这儿 五 六 七 走 三 大 大 OK 好 来按小时 做一下第三拍连惯 五 六 七 走 三 大 小的 对 再来一遍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三 打 大 领处 同学们 这是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脚 在这儿 第三拍 第一拍 我们要设计一个转圈 左脚为主力脚 右脚主动去脚 左脚 然后看我 右脚主动脚 左脚 掛住 看一下我现在的方位点 这是你们的几点 八点钟 八点钟方位 来 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五 六 七 走 转圈 对八点 好 一到这儿 然后马上快速到重心 左右 左 走 左右 左 然后最后一步 右 我一共走了几步刚才 四步 所以老师一会儿给我个脚步特写 我等会走的时候 一共走了四步 来 我们再来一次 在这儿 五 六 七 走 转圈 不动 走 右 左 右 左 好 细心的同学们应该有发现 我在走那四步的时候 我的膝盖是一直在 松弛的 放松的 首先是松弛的 第二点 我的气息是沉下来的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方位感一定要捣清楚 五 六 七 八 好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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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动作要很流畅 好 沈云老师可以关闭特写 好 接下来 这一排很难 我们加上我们的手 不着急 我们慢慢的来消化 准备 五 六 七 从跑 然后在上面走 拎住 爬完拎住 好 走 前三步把手放下 最后一步小回饭 拎住 对 再来一次 预备 好 往前站一点 安晓老师 好 好 在这里 预备 安晓老师准备 五 六 七 走 三 走 打 安晓老师少了一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五 六 七 走 三 左右 OK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排 同学们 这一排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 我相信大家下去自己练习肯定能吸收 多练一连靠你的惯性 对 顺着呼吸一口 好 到哪里 第三排 好 左右左右到这儿 然后 我刚说了 这个动作是一个动作还是一个回范儿 回范儿就是一个过程 对 回范儿就是一个过程 对 安晓老师说得很直接 那么你看我 我的这个回范儿 其实就是为了我下一个大造型大舞姿去做什么 去做准备的 对 那么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延伸一个知识点就是 古典舞有一个运律之说 叫做反律 什么叫反律 先右 对 御上和下 对 这是我要经过反面 那我一定要 一定要经过 对 我要做一个向左边的动作 对 我必须它的回范儿 必须是有一个反向的一个向右的小回范儿 我才能把这个向左的动作给它推出去 那么你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定律之后 你再去跳舞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问题会引人而解 你跳舞将会更加的饱满以及流畅 更加的吸引会 行云流水 对 好我们把接下来的动作说一下 所有同学们听到我们的刚才三 搭 搭 好四的时候 我先来说一下我的上十八例点 在我的腰段 腰段主动 啪 女生 再来一次 五六七走 腰段 好 这是我的上半身 特音老师可以给我一个特写 在这里 再来一次 五六七走 腰段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手 诗音老师给我手 好 当你的腰主动带完之后 你看我的手 啪 好 来诗音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给安琪老师一个特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安琪老师 左手 左手 是对着你的头肩的鞋上方 是一个拖掌 十架撑住 右手 给到我们的鞋下二十五度 双手 大家看一下正面 双手一定是形成一条 什么线 斜线 斜线 大家一定要注意 眼睛看你的 右手指尖 然后这个动作 我求求大家了 一定给我点筋气势 别再捏了吧 我一定要 啪 抵出去 这个动作大家一定注意 来 我们对八点方位 来做一次 预备 大家要做一次 5 2 7 走 撕 好 不动 撕完了之后 这口气不要给它完全憋紧了 然后看我的左手 左手来继续往上推 继续往上推 推到极致 然后配合着你的头肩 配合着你的胸腰往上一扬 撕 走 放下 一节一节放下 打 能明白吗 我们再来一次 5 6 7 走 撑住 然后左手不要断 胸腰痒开 然后呼吸一节一节 落下 来 安晓老师做一次 比四拍的双身 5 6 7 走 4 大 大 OK 这是上身 把张力一定要做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脚步动作 好 到这儿 三大大刀的四的时候 主力脚为右脚 顺利老师给我个特写 给我一个大长腿 对 大长腿 好 主力脚为右腿 然后提胯 注意我胯的方向使用对八点不要扭 然后主动 啪 立脚 对 再来一次 不要看我这个胯扭了 准备 5 2 7 走 然后好 挂住不要动 然后左脚主动 左 右 左 能看到吗 我的脚下 又给了三步 再来一次 预备 5 6 7 走 4 左右 好 来 安晓老师再一次脚下 预备 5 6 7 走 4 大 大家其实有发现我们这个节奏型一大大 二大大 它的重拍永远都是在定着那一下 开头 永远都是在那个 一 二 永远都是在这个重拍 只要是我们这些重拍 基本上我们的动作都是大幅度的 要么就是力 对吧 要么就是斩 那么你一定要靠你的动作把这个重拍给它撑上 你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动作是 一 大 大 这个动作它的一个丰富性 它的节奏的一个层次 动作的一个处理动 low掉了 对吧 好 来 我们再来一次脚下 预备 3 大 4 非常好 来 让教老师加一下手 好 准备 5 6 7 走 4 大 9 再来一次 4 需要你再给我一点精气 然后手盯我下 预备 5 6 7 走 4 4 非常好 OK 这是我们前四拍的教学 同学们啊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吸收 那么现在我们请安晓老师把前面的四拍带领我们 跟着我一起跳 对整个连贯一下 好吧 好 从第一拍开始所有同学们转到你的后五点去 背对手机准备啊 想一下第一拍是什么动作 好 来看小老师准备 5 5 6 7 走 1 大 大 走 2 大 大 大 非常好 再来一次 我放慢一点啊 应该有同学还暂时跟不上 对 没关系 相对来说难度会高一点 但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啊 不着急 准备 5 6 7 走 1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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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3 8 挂住 4 大 有点破音了走 没事 OK 能进入吗 前四拍 对 好 反正你们我也看不到现在 我一会来看你们的留言啊 好 我们往后交了啊 第五拍 其实第五拍很简单 好 我们先来说 手 来到这 四搭搭到这 舞的时候啊 先来说上身和手 双手从我们的左边 一定要旁侧啊 我要给到阵阵的旁侧 眼随手动 然后舞的时候一拍中拍 再看一下 我这个中拍在哪里 在上 对啊 在上 刚刚我们第一拍的中拍是在哪里 第一拍的中拍 第一拍手的中拍是在哪里 斜前 斜前 现在这一拍中拍我在啊 第一拍 把第一拍手做一次 预备 五 沉下去 六七 走 挂住 上 非常好 再来一次啊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一拍的中拍在正上 预备 五 六七 走 一 很棒 好 来我们来说一下脚下啊 来 沈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好 非常好啊 现在我的右脚在前 然后一的时候重拍 右左 看一下我的两个脚啊 再看一次 右左一定要快速的 右左 马上 其实加成了我们什么 芭蕾里的什么 五位 但是不用你加的那么紧啊 加那么紧你也站不住 就一瞬间的事情 必须得一拍收住 对 收住之后才不能撒 对 再来一次 预备 三打打四打打走 五 乖 好 搭的时候 我的下半身在干什么 我的下半身 我的左胯 左胯在向左倒中心 但是我的身体 看我在干什么 继续在延伸 我的胯和我的手 它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胯往左 但是我的手它不想走 我的手想一直挂在上面 对 我的手一直要挂在上面 不能再挂了 再放下去 能明白吗 这个感觉 我们来试一下 来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五 大 挂住 对 我没挂住 好 再来一次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五 大 好 大完了之后 看一下我的脚下 马上重心已经站不住了 走 左 右 放下 看一下我现在的身体 对着哪里 这是几点 第一点 第一点 对 好 来 我们把这一拍再来一次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五 大 轻轻的 对 来 小老师做一次 预备 五 六 七 走 五 大 大 好的 这是第五拍 同学们 能记住吗 可以 应该 我觉得没问题 好 这一拍其实还比较简单 第六拍也比较简单 我们先来说一下上身 上身看我 腰带 腰带 然后带动我的手 七夕往上另开一下我的左手的形态 看一下 艾七老师 对 好 艾七老师摆着不动 左手 手腕往下按 胳膊肘 不要伸得跟棍子一样 同学们 圆 对 好 然后上面手是摊着 对 整个肩膀是对你的后五点 高傲的挺拔的 给它给出来 好 来 一拍形成这个五字 手来一次 准备 五 大 走 六 好 我现在 放下 我现在做两种形态 我就这个动作 我来演示两种形态 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好看 好 看一次 五 大 大 六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看一遍 五 大 六 大 大 大 肯定是 给我有一个互动 肯定是第二种 对 我一会来看你们 肯定是哪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延伸 看我的第一个 将住了 对 第二个 大家 对 我给大家示范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 学习到一个 也是一个小经验 就是我们在教学里 大家记住一句话 就叫做 快到位 半延伸 记住这六个字 是我们的教学经验 那么 这句话 针对什么 针对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五字造型 五字造型的一个结尾 对 对 那么很多同学 特别容易把这些造型一拍就摆死了 整个人 碰 僵住了 大家记住这个 快到位 快到位之后 但是你这口气不是断的 是 继续 继续 把它延伸出来 好 好吧 今天的干货有点多 好 我们再把这个做手做一次 预备 五 大 六 大 继续延伸大的时候 走 乘气 放下 好 到哪 对 到右脚在前 然后六的时候一拍左脚上铺就可以了 走 六 顶住 好 然后走大 右脚 左脚 看一下我现在的身体 面对我的侧方 不要转到后了 再来一次 准备 快 安生老师来把这一拍带大家练一下 好 第五拍开始 五 别动 五 大 走 六 大 再来一次 安生老师又开膝盖了 不要开膝盖 关 好 再来一次 預備 五 六 七 走 六 大 很好 大家能进入吗 这一拍 好 接下来 对 这个还蛮简单 接下来到第七拍 第七拍我们要开始上我们的裙子 大家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准备裙子 安生老师帮我拿一下裙子 好 因为第七拍我们要涉及有一个跟裙子的一个互动 那么现在我们先穿上裙子来给大家做示范 好 大家稍等一下 哎呦 小心一下这个 好 好 哎呀 稍等我一下下 呀 怎么回事 好好好 对对对这个卡住了 好 OK 好 来了 好 稍等我一下下 不着急啊 好 现在有裙子的同学也可以快速去穿着你的裙子啊 裙子上面其实有很多小细节 好 来 看起老师我们把第六拍来 好 在这儿 好 OK了吗 好了 好 来下来 准备 准备 这里是几六大大好 走七的时候直接上左脚啊 走 七 大 六 六大 八 好 这里啊 同学们看一下啊 来 来 盛林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六大大 你到位了之后啊 用你的右手啊 要从下 抓住你的裙子啊 我再说一次 要从下 越下越好 因为我们一会儿 动作是要把裙子给张开了 如果说你看你抓得上 对 对抓不上了啊 对好 我们再来把这个手做一次啊 好 预备 从六开始预备 五 大大 六大大 这个时候右手已经要抓住裙子了 把你的上身放下去 吐气 好 七的时候 咱们先来学上身啊 来 按照上后退一点 好 七的时候 我的整个左边的身体 左边的手 左边的后背是主动的 右边的后背 右边的手是随动的 我现在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什么意思啊 看我 左边的腰 左边的手 主动往外推 右手是跟在你后面 跟在你后面去走的 这么一种感觉 对 而且老师我们对 稍微对一点 对 这样他们能方便看我 好 五 六 七 走 对感觉自己是仙女 把你的美美裙子给她掀起来 好 再来一次 六 好 往后一点 六 打 打 七 把它片开 好 同学们啊 还是要看到镜头里的我啊 尽量你们转到一点来一点 然后搭的时候看我 右手拿裙子的手不要放下 声音老师给我一个特写 对 双手的小拇指去找住胯根 然后从外打到最大 然后一拍 看我的整个身体啊 啪 好 这个身体是什么 安琪老师 1.5当中的一个寒 寒 是什么样的感觉 来 安琪老师 准备你先打开 三二一走 就像 就像什么一拳 但是你有意识的闪躲 就像别人去打了你一拳 你的胸口主动往回收 对 我们再把这个手做一次 预备 6 打 打 吸 拉开 安琪老师对那边一点 对八点一点走 打 走 开手 快扣肩 对 好我们再来做一次啊 稍微快一点手 预备 6 打 打 打 OK 现在我来强调一下身体啊 朋友们看一下我的身体 膝在这儿 给我一个旁提 眼睛看右手给旁提 然后搭的时候身体不要沉下去 还在旁提为准备 然后开手提起 啪 扣回吐气 再说一次 掀开你美美裙的时候 你的身体应该是一个旁提的一个状态 眼睛看右手 OK 好 这是手 来我们把裙子掀起来 安琪老师 我们来说一下脚下 好到哪了 到这 对 同学们啊 眼睛还是要时时刻盯着我啊 现在左脚在前啊 我需要现在向你们的后方进行一个转身 左脚为主力脚 右脚 走主动 踢起来 对 好再来一次 预备 5 6 7 走 踢起来 对 OK 然后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立脚 现在啊 所有同学们应该是转到你的后五点方向 就是背对着你的手机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需要回头看我 回头看我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看我的脚下立起来的时候 我的整个身体是一个旁蹄 眼神顺着你的脚尖往远去看 7 好 到这儿完了之后不要停走 右脚主动往旁迈步 这个时候同学们还是要盯着镜头 然后左脚主动往一点上步走 啪 加力膝盖 对 好 我们再来把这一拍脚做一次 准备 在这里 安晓老师 左脚在旁 好 5 6 7 走 立脚踩脚 再踩脚 对 再来一次 来 安晓老师做一次 5 6 7 走 立脚踩脚 再踩 好 来 安晓老师不动 把最后一个造型停住 把最后一个造型停住 踏步蹲 对 看我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 哎妈 就像把你的尾巴给掀起来 好 踏步蹲 最后形成踏步蹲 好 来 安晓老师最后一遍 再带大家来一次 预备 5 6 7 走 7 7 打 打 OK 能配合心理群来一遍吗 一定要掀开 好 来一次 5 6 7 走 7 打 很棒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要掀得越大 越大越好 好的 片开 5 6 7 走 7 打 打 停住 好 最后这个手看一下 来 安晓老师我们转到一点去 对 最后这个手啊 身体我们刚说了是含进去 然后手 双手手腕去找你的眉毛 再低头 再低头 对 是这么一个形态 OK 最后一遍 来 第七拍 预备 大家加油啊 加油 相信你们可以的啊 5 6 7 走 7 打 打 停住 OK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七拍 安晓老师起来 最后一拍啊 所有同学来面向你的一点方位 我们先来说上身啊 来 好了吗 面对我了吗 面对一点了吗 最后一个动作 停到哪里 停到一个对 含胸腰 然后手腕回来 然后巴的时候 我们先来说上身啊 感觉是什么 你的手 扒着两扇帘子 或者是扒着两扇门 你需要一拍把它 推开 推开往远 然后你的眼神感觉是什么啊 突然感觉前面有一片 很美的一片花园 或者是很美的一个景色 一片大海 只要是你能想到美好的场景 现在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来我们试一下啊 一种很向往的眼神给我啊 5 6 7 所以你都巴 再往远 再往远 推开 推到极致 胸腰 别动啊 最后这个动作应该是给人感觉非常的向往 心胸很舒畅 展开 对吧 我释然了 我在这段感情里我已经放过了我自己 这种感觉啊 来我们再找一次 预备 5 6 7 走 非常好 OK 这个动作是对咱们的一点做的 你们不要动 现在我们转身跟着我们的背面一起来跳一次啊 刚才是哪个脚在前 对 左脚在前 停住最后一个动作 摆住不动 右手啊 拉住你们的裙子 5 2 3 走 继续继续慢慢站直 气息往上 好 OK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的后面的四拍教学 那么后面四拍相比较来而言 稍微的难一丢丢 因为它需要和裙子的配合 但是没关系 大家多练 一定可以的 对 然后现在安西老师把后面的四拍带领我们大家来一遍 好吧 对 好 从这来 准备 现在我们穿着裙子啊 你们看不到我们的脚 来看一下我的脚 右脚在前啊 好 放下 准备 5 6 7 走 5 6 好 来 回来按教室 我们放慢一点 再来一遍 他们肯定 有同学肯定一脸蒙现在 5 6 7 走 5 大 大 走 抓裙 走 7 8 大 好 再来一次 预备 同学们加油哦 准备 好 5 2 7 走 7 5 大大 6 大大 走 7 大 8 8 大大 OK 屏幕前的同学们 有没有学会啊 其实你把它放戏了以后还是学得比较清楚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一次课程其实是就是一个体验课程 对 那么可能 短暂 比较短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回放这期课程 但是我们的6月10号我们相思正式开始开播之后我们的每一节课都会比现在更加的细致然后都会有回放可以让大家无限次的去学习对吧你说这都这样了谁还学不会啊 是的 学不会你来找我 好吧 好 有点像推销 不要这样不太好 好 那么现在就是安晓老师从头我们数节奏带大家来一遍 好 好 现在所有同学们背过身去面对你们的正后五点方向现在是背对手机啊我们来一遍准备 三五六七走一打打打二打打走三打打走四打打走五打打走六打打走七打打打打打打 好 OK OK 再来一次安晓老师你裙子是不是太大了我来帮你弃一下 有一点点 太长了感觉你往上拎一点好 是我太矮了吧 没没没没 裙子太长了 裙子太长了 好来再来一次 同工老师他们可能不太清楚你节奏比较慢一点 好 OK 节奏不清楚是吧 再放慢一点没关系 no problem 一定要记清楚这个是三拍的节奏 一打打每次我做重拍的时候我都会在空中停留一下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来 准备啊大家赶紧跟上我的步伐啊 那么今天我们上课的流程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迫 好我们大家我再放慢一点我们再来一次啊 好准备 好准备加油哦 7打打8打走1打打2打打走3打打走4打打走5打打走6打打走7打打8打打很好再来一次 我再放慢一点 我再放慢一点 我再放慢一点大家一定要跟上啊 来准备 5 6 7 走 1 打打 走 2 打打 走 3 打 打 走 4 打 打 走 5 打 打 6 打 7 打 8 打 打 OK 这个稍微好一点 这个稍微好一点 然后现在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准备一下 我们来和音乐我们试着来一次好不好 同学们加油啊 好 其实这次体内啥的哎 我们要是有回放 对 我们这次要有 时间比较紧凑 对我们要有回放的话大家就是 可以随时的看回放 有哪些问题啊细节啊都可以看回放 对 但是这一次因为是体验课 确实这个回放 暂时是没有办法完成啊 没关系 我们6月10号 好了 音乐老师准备 我们给 加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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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打 2 打 3 打 4 打 5 打 6 打 7 打 8 打 OK好 收 好 来安琪老师把裙子脱了吧 我们 好 对这个裙子有点 没事 对 有点教学 好 来给我吧 我把裤子也弄起来 我刚刚好像看到有大部分说 老师你的黑裤子唱片腿 好 这样能看到了吧 天呐 有点粗 我们都不要寻上了 好 来准备 来音乐老师 好 安琪老师准备 好 开始 好 好 开始 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有点在打野 大家不着急 马上 好 准备 走 1 打 2 打 打 3 打 打 打 4 打 5 打 6 打 7 打 8 打 OK 好 好 收 好 来 最后一次 安琪老师 大家珍惜我们现在的机会 安琪老师再带来最后一次 来准备 来准备 加油 好 来音乐老师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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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收 来 影响老师 好 这样吧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子 就是有的同学就是对我们这个这个爸爸是挺喜欢的 但是我们速度确实是有点快 他想慢慢的吸收 现在我让安琪老师就是数节奏 再来一次 大家现在可以开启你的录屏功能 好不好 你可以把它录屏给它录下来 好 准备 我们现在安琪老师数节奏 好 我们来一遍 大家现在可以开启你的录屏 把这一个八拍给它录下来 好 准备 好 下好 准备 准备 下好 准备 下好 准备 好 下好 准备 大大走 五 大大走 六 大大走 挂住 大大 八 大大 OK 好 收 好 可以了吗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留言 就是比如说哪里有还不清楚的呀或者是对我们这个课程有什么问题 现在都可以在屏幕上面打下来啊 那么我和安琪老师稍我们先下去大概我们喝口水 然后我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就会上来给大家做一个难点总结 对 对 那么就是在这里再说一句今天因为是这个体验课 所以就是上课的速度稍微来说会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 对 那么在我们的六月十号相似的一个现场课程正式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上课速度会放慢 对 而且会更细节一点 对 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直播 所以可能就是对于细节方面你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够 所以我们的观看视频也有一点点快 但是在我们的课堂当中会更细节 六月十号好不好 六月十号我希望能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与大家不见不散 那么教学还是那个句话就是会存在一个双方信任的一个过程 我希望大家能信任我不要觉得它很难怎么样 对 我在这里我就打宝票我绝对能把你教会 好吧 你都可以 对 对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课程就到这里